哈喽,大家好,我是YES 今天我要介绍你一种 经常都可以看得到的 而很多人也不知道这是什么草 而且也没有听人家说 这个草到底有什么作用呢 这种植物呢 原厂来自非洲 让我现在拿给你看 这个草一定有见过 就是这个 仔细看是蛮漂亮的 这有紫色有白色的 你一定有看过对不对 这叫紫花或香鸡 它的英文名叫 Aziratun Konnizoi 马来文叫Runberg Bandutan 它的别名是 霍香鸡、圣红鸡、一枝香 南风草、白花草、白花臭草等等 它的腥味、腥、微苦、凉 它具有去风、清热、止血、止痛、排食 可以致喉咙肿痛、感冒等等 在非洲呢 这个白花霍香剂呢 全部可以入药 非洲人主要呢 是拿这种霍香剂 是拿来用来清热解毒止血作用 在本地一般上是来治疗 女性、子宫性、晕道出血 而且有的人呢 是拿这个霍香剂来治疗伤风 有很不错的效果 只需要拿这个霍香剂来煮水喝就可以了 这霍香剂呢 如果有外伤的话 可以拿来磨碎、拿来中脆 来涂在有伤口的地方 它具有解毒、止痛、止血作用 在印尼他们拿这个霍香剂 10-15g 拿来水煮 2碗水煮成1碗水 拿来治疗子宫、晕道、出血 一天喝2、3次 他们也拿这个霍香剂 30-60g 3碗水煮成1碗水 拿来治疗子宫肌瘤 在印尼他们拿这个霍香剂 它的叶子30-60g 新鲜的 来中脆还是磨碎 然后把它的渣丢掉 剩下它的水 掺这个冰糖 拿来喝 来治疗喉咙肿痛 如果是伤风的话 这个百花霍香剂呢 拿来煮水喝 它很快的能起到发汗 排毒效果 让你发烧 很快的消失 就讲到这里 谢谢你的收看 希望你能帮助分享给更多人 这个到处都有了炒药 别忘了在下面订阅我 炒药知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